Hello大家好,我是乖,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你们都知道旧款的toilet pouch 各个国家早都已经下架了 美国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说 这个月的17号,也就是明天 改版之后的款式会再次上市 当然大部分的国家早都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 但我今天呢是要来给大家泼个冷水 聊一聊我为什么不推荐这款包 要判断一个改版款 它是否能够再度活起来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的是 这个旧版它为什么曾经会活 对于这款包来说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便宜 美国最早的发行价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415美金 大家知道LV一贯的风格就是 什么卖的好,什么没有货 什么没有货,什么停产 什么停产,什么下架 下架了之后人家再拿回去改不改吧 然后当新款翻一倍价格继续卖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大小麻将和五合一之间的关系 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人家五合一好歹算是当年的一个新设计 还有大小两条肩带 其次它还没有发售之前 明星网红带货都已经火了半边天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LV是近几年最早一个把五合一 这个包型带起来的品牌 之后火起来的Prada 五合一也好,三合一也罢 大家不免都要拿来和LV的产品比较 所以说五合一它本身就是个特殊的存在 目前新款的toiletry pouch on chain 不满足上述的任何一条 我知道很多人都挺喜欢这款包 而且也有这个包的旧款 但是它拿在手上就是很cheap 印象中官方曾经的描述叫做冠洗包 当年这款包415的时候 Louis Vuitton最便宜的斜块小包 Eva还得775 随随便便一个钱包都得大几百 如果真心喜欢这个包款的姑娘入它 我肯定是理解的 但是像我这种89年前第一次看到它 就认定它是一个旅行的时候用的东西 在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种情况 它会出现 就是我在收拾行李箱的时候 我知道我这样说 一定会得罪很多看我视频的观众 但是你们既然选择来看我的视频 我就一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我既然奖包了就一定要给个太多 要不然你们来看啥对吧 所以我还是要劝大家 不要去二手市场上讨这款包 即便这个包现在按照大家的心意 改版了再次推出来 我依旧建议您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加了两块皮料 确实是要比旧版轻飘飘的廉价感 好了不少 但是它这个拉链又换成了皮质饼 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在想什么 原版的五金拉链饼 其实是很好用的 换成这种皮质饼之后 就不耐脏也不使用了 能够理解设计师是希望这个包看起来更高级 配得起这个价格 但是配不配得上这个价格呢 它真的不是换块拉链皮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曾经热度很高的原因是旧款可以进行多重改造 但是咱们都知道包包改造这个事呢 它是个附加值 谁买个新包 它也不是拿来做手工的呀 新款发行的价格我已经打在我的脸上了 这就已经失去了旧款能够火的最大的一个因素了 第三点就是我前一个视频中就提到过的 作为同样的包型 去年2月25发售的苦算已经一年了 一直半死不活 就可见大众根本就不是在为了这个包型买单 单纯是为了当初旧款洗漱包的那个价格 来我来预测一下 如果这个包不再有任何红人带货的话 百分之两万是不会再活起来了的 其实路易与动不停涨价这个事情呢 以我的观察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卖的好的产品总是停产 一边涨价一边又在炒冷饭推旧款 最后品牌也挣不到这个钱 会把二手市场上的类似款的价格炒得极高 反而都是一些中古商把这个钱给挣了 以上就是我不推荐这款包的三个主要的原因 供大家参考 当然我也非常想听一下大家的想法 我是乖 帮你神经秘类链 跟我们留言区 见